估计很多驾驶员都觉得汽车换挡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 但是在大家熟悉换挡方式还有一种换挡方式你们知道吗 在车辆离合同步器还未普及开来的时代 当时的车辆换挡主要依靠于离合器和节气门的配合来确保换挡过程的顺利完成 而为了应对因为汽车离合器损坏的车辆瘫痪情况 聪明的司机朋友们通过经验和练习总结了许多车辆驾驶技巧 在这些技巧的其中之一就是等挡 等挡这一技巧主要应用于车辆的运动换挡 可以有效解决了手动挡汽车出现离合器损坏后车辆无法继续前进的问题 它的工作原理是合理利用变速箱齿轮转速和发动机转速的速度差 并在它们的速度基本一致时完成换挡的工作 等挡又有升挡时换挡和减挡时换挡两种操作 升挡时换挡时当车辆需要升挡时需要先给出油门 当发动机发出轻快的声音时快速摘起挡位 然后将挡位推到下一挡位再稍加施加一点力 只要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转速基本一致后便能顺利地完成这档操作 降挡时换挡则正在汽车车速降到下一挡出时 发动机声音略为沉闷 用力输出不足时快速摘起挡位 并将换挡杆移动下一个挡位并稍微用力给一脚油 以此来增加发动机转速达到与变速箱转速相同的目的 此时变速箱的换挡动作会变得更加顺畅 换挡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在那个纯靠操作的年代 等挡这一技巧帮助驾驶员们解决了非常多的麻烦 随着现代汽车制造的成熟 自动挡和手自一体的出现 让驾驶员们在日常驾驶中不再需要使用等挡来换挡了 许多年轻驾驶员可能连等挡都没有听说过了 这种操作慢慢消失了 如果有一天你的车辆由于离合损坏而路上动态不得的话 等挡不仅能够解决你的燃民之急 让车动起来还能帮你节省拖车费用 你们听说过等挡吗